我們的物價不斷的通膨一直在漲 那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 基本工資大幅度的調漲 一口氣增加了5.21% 幾乎是蔡總統的執政以來 最高最大的一個漲幅 對打工主來講是一個福音 是個好處 因為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先看到這個地方 原本起薪是24000 現在變成25000 所以之前在講說媒體圈 不是很多新進的記者是28000嗎 你現在距離基本工資 不到2000多而已 那時薪從160 變成168 所以打工主是福音 但是很多人說基本工資調 我們這種上班族 其實基本上都不會跟著調 而且我們的物價 可能會因為通膨的關係 跟著漲 結果相對我們這些 不是打工主的 我們的薪水就會變薄 講到物價大家會很痛 是因為主記長 把這個話題先熱 炒熱了 他告訴大家 蚵仔麵線 一碗這個20塊 他今天非常硬拗 他說沒有 基本上 我沒有聽到蚵仔 但是大家後來發現 不查不知道 一查 嚇一跳 原來我們的這個豬哲民 我先看一個東西 他住在這邊財產申報 他名下有98坪大安區的土地 土地 不是房子 什麼意思 他住大安區 他們存款1300多萬 那珠寶有100多萬 他住大安區 我真的很想知道 大安區到底哪裡有20塊的蚵仔麵線 大安區 然後他又告訴大家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家附近的滷肉飯是一碗25塊 大安區到底哪一個地方 滷肉飯一碗25塊 我真的是覺得很想知道 來聽一下他過去的名言 你有買過20元的蚵仔麵霜嗎 50年前可以 是不是昨天那個20塊是講錯 還是說真的是以為20塊 我沒有聽 我沒有聽到那個 說那個蚵仔的兩個字 我以為是只有面線 謝謝 所以不識人間 也不聞 你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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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 也不聞 主機長一定是不嘗吃蚵仔麵線 主機長一定是不嘗吃蚵仔麵線 所以對單一品項的價格不清楚 幸好小事糊塗大事清楚 這兩年多來我看主機長 在調度財政做得睿智而有效力 而且為全國人民減稅加薪增福利 改天我會邀請他去吃蚵仔麵線看看 可是基本上主機長 他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帳房 等於說在家裡是媽媽 你把錢交給媽媽 媽媽說我查出來 你的薪水應該是五六萬 你吃東西 反正蚵仔麵線 一碗20塊 所以我給你的錢就可以很少 這樣當帳房怎麼當 所以現在大眾在瘋狂討論說 三重也有面線是20塊 可是他沒有鵝 所以其實基本上不合格 而且他歇業了 新北市板橋也被挖出來說 有面線小碗的20塊 可是其實他好像也是沒有鵝 帳號也有最便宜的面線55塊 可是他裡面其實只有一個蝦子 他連大腸都沒有 所以這些雖然便宜 但通通都沒有符合 我們主機長的這個狀況 剛剛講到帳房 媽媽的那個觀念 為什麼要特別講到這個 因為同時主機長 主機長告訴我們服務業 全國2350個民眾裡面 當中有806萬的人是服務業 然後這些806萬裡面 他們所有的薪資加起來 平均是55757 所以按照主機長這個算的薪資 我們其實可以用的綽綽有餘 畢竟我們的面線只有20萬 就是因為他講的這些話 大家才覺得說奇怪 你真的好像不是活在這個事件上的 你真的不食人間煙火 結果他跟我說我已經戒煙了 來聽一下他以前怎麼講這些物價 水餃去年過年前喔 一個豬肉水餃才4塊錢 過了年現在一個水餃漲到5塊錢 可是薪水沒有漲 主機長怎麼辦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來行政院的餐廳 他的水餃到現在 我吃了好多年都沒有漲 一般基層接觸最多的 就是國民的這個美食 烏肉飯 最近有漲了你知道嗎 去我家附近的烏肉飯 他還是25塊沒有漲 好 原汁板橋有20塊的麵線 你有吃過嗎 原汁 那一家我沒有吃過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看到我覺得非常離譜 因為主機長 這樣子回答錯誤是很不應該 你如果是去問什麼水利處長 你問他一些物價 他答不出來我覺得情有可原 因為他要挖什麼汙水下水道 結果主機場是應該是要對 數字最敏感的 因為很多人形容說主機處 其實就是政府的眼睛 他要有很多統計數據 然後要去做分析 然後告訴政府說 我應該推出什麼樣的政策 去照顧各階層的人 結果你看他連這個物價 他都不曉得 你說好 你沒有吃過蚵仔米薯 OK 我可以接受你的講法 可是你有參考的數字 譬如說現在一個麵包 可能都要20幾塊 一杯飲料都要20幾塊 你覺得一碗蚵仔米薯 會沒有比一個麵包 或者是一杯飲料貴嗎 所以你講出25塊 我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 然後這個主機長 20 你不要加5塊錢 20塊我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而且這個主機長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內閣都一樣 都很喜歡硬拗 他說對不起 我昨天沒有聽到OA兩個字 大家可以去調那個影片來看 他明明就有 明明就有 他還附送 對 立委問兩次 然後他附送一次 然後他今天告訴你說沒聽到 你為什麼要硬拗 你就承認錯誤就好了 為什麼這個內閣 但是大家現在在學3Q的習慣 對 整個綠營的 不管政府或立委 都是這種調調 然後再來就是主機處 他必須要去統計一些 有異議的數字 你告訴我說 你們統計了800多萬的人 平均薪資5萬多是怎樣 所以這個數字一出來 年輕人都簡直就是很受傷 很多人的兩三萬 平均兩三萬人出來罵 就說對不起 我拉低的薪資 你幹嘛 你這個數字反映著哪些狀況 你就是反映著貧富差距很大 你並沒有照顧到那些 真的需要照顧的人 結果看到主機長 他的財產申報我們才知道原因 因為他非常有錢 他老婆光租保就100多萬 你如果問他一個租保多少錢 他絕對打得出來 可是你對於就是 我們需要照顧的那一群人 就是薪資比較低的 你又打不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政府 他到底有沒有接地氣 有沒有在照顧人民 轉到官員這個硬拗 陳其中有個片段 真的也不知道該 說他辛苦還是怎麼樣 總之來看一下他怎麼說 到我們指定的三千多家的 消費的這一個場域 你就有機會抽到這個大獎 當然不一定是每個人要吃蔬果 有些人喜歡喝羊奶 羊奶非常難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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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難喝 難喝得到 還沒 我家前面的水溝也好大 好難過 你怎麼看這事情 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我們官員是不是累了 你今天要推廣大家喝羊奶 你說羊奶非常難喝 那誰還要喝 不好意思 我講錯了 主機長那個我補一下 剛剛原汁有講 再補那麼一點點 你知道嗎 你知道羅明財有跟他說 現在物價上漲了 以前15到20塊吃到的蚵仔蜜刷 你知道現在多少錢嗎 我跟耀州講說 耀州我那個大兒子 以前140 現在漲高了你知道幾公分嗎 140 他本來140現在漲高了 你知道他漲多高嗎 還是140 那我們就說 不要說 沒什麼好聊的這樣 所以你在聽什麼 那個蚵仔沒有關係 羅明財已經告訴你 這個東西以前是20 現在漲價了 你知道漲多少嗎 他還是20 所以他根本沒有在想 他根本有點像陳玉珍講話 陳柏惟講說我沒在聽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自己有沒有錢 這基本上可能讓他理財或他繼承什麼 但是你要接地氣 民眾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這個好了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談到的 什麼叫平均總薪資 平均總薪資5萬多 現在很多在看我們國民大會的觀眾朋友 你是勞工 老公 自己的朋友 懷疑人生 我才拿3萬多 4萬 怎麼大家已經平均到5萬5去了 我告訴大家 我們小編在哭了 他是怎麼說 小編演示是不是 不好意思 小編 來 我跟你解釋一下 他是每一個人的月薪加三節獎金 加紅利 加年終獎金 加所有你一陣一年 可能拿到的bonus 有的人獎金拿十幾二十萬的 不知道 他也算 對 有的人告 然後全部加起來 除以12等於5萬5千多 所以你平均的 每月的經常性薪資 根本不是這個數字 你跟我報總 平均總薪資幹什麼 沒有人在想這個事情 你平均總薪資 你每個月如果要花3萬塊 你有5萬塊 你還多2萬 可是沒有 其實你就是拿3萬多4萬而已 那這不就是美化帳面 所以我就說你這個 因為以前已經講過一次 因為以前賴清德副總有講過 他那時候當行政院長 有講過5萬多 那時候大家就已經摔筆了 現在都已經摔電視了 不用講這個 這些東西都是跟民眾的距離差 非常遠 我們的物價 平均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在這裡 已經漲2.63了 有沒有 改分之2.63 他警戒線是2% 今年已經兩次突破2% 2.63 我跟大家講 意思就很簡單 你不需要懂這一些 我跑主機總數才懂的 就是物價上漲 簡單一句話就是這樣 以前的東西 那個價錢吃得到現在不行了 以前雞排多少錢 現在不行了 是不是 然後薪水沒有變更多 所以大家一定會更辛苦 可是這時候你突然告訴我 其實大家一個月是5萬5 那你不摔筆怎麼辦 你當然會硬 拳頭硬了 不要講這些話 那官員要了解明末 不要跟大家講 行政院水餃還是一顆5塊 誰能進行政院去吃水餃 對不對 不然你帶大家 全部都去排隊 好不好 接下來連續假期 有一個神秘的地方 很多人都想去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